我是最不担心移民问题的 再增加十倍都没有担心 现在还是身边有很多人选择移民 想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们掌握的宏观数据 中国的移民还太少太少太少 平均一年没有超过二十万 所以很多移民公司做广告做出来 你真的看看多少你真正移民的 没有多少 你看一个大数据 中国留学生回国已经成为主流了 85%的都回来了 90后95%以上都回来了 我觉得海奖移民的题目有点老了 在中国还有贫困地区 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 他们如何从中国自信中 找到自己的幸福 看一个国家 你首先要一个整体把握 否则你举一些个案 你比方说纽约你一定去过 那这样讨饭比上海多好 明显的多 你不能说这就是美国 不要用个案来否定整体的进步 你看我看到最新的 这个中国恩格尔系数 30点 这一定是富裕社会的标志了 这个大数据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有信心 而且即使你在中国是属于 相对弱势的贫困的群体 你改变自己命运的 可能就是世界最大的 也许会 明镜需要与点栏目 但早上 早上